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就到我的地球了 就是我家附近 介紹一間好食物給大家 試試吃好食物 大家記住了 這間店有很多食物 所以大家記住要北台 因為地方不是大 我們現在去吃好食物 走吧 因為之前疫情 我經常在附近散步 去找食物 又不知道有什麼好吃 我就走進來這裡吃 我都光顧年紀 發現這些東西很好吃 所以我就介紹給大家 這裡有什麼好吃 這裡吃什麼呢 最主要是吃酸菜魚 還有重慶烤魚 其實我之前外面都吃過很多間 但我覺得很一般 這間令我吃完之後 我發現是非一般的 真的不同 好像回到大陸 我覺得那個味道很正宗 所以就介紹給大家了 這個就是我推薦給大家 這個就是酸菜魚 這個份量其實是二人份量 有些人會擔心 我這次叫小辣 其實我覺得不錯 有些人不吃辣 可以選不辣 可以選少少辣 或者小辣 中辣大辣 我就隨自己喜歡 而且它本身會跟著米線底底 如果想吃特別一點 可以加多一點錢 就是加10元 就變成紅薯粉底 或者你覺得單調 或者吃其他 你會有很多配料 你叫這個之前 或者想吃什麼配料 你會做些話給師傅 它就會和你加進去 就是這樣 那首先 我會先試魚皮 如果魚皮很新鮮 看起來很新鮮 正形通透 其實我覺得香港 都比較難找到一些可食的魚皮 試一下這裡 哇 聽到聲音 很爽快 它的辣度 我來說是對 就算不吃辣的人 都可以接受 另外這個 我其實之前也吃過 但是我會推介給大家 因為它的魚真的很滑 很滑 你看一下 你根本未吃 已經感覺到 看還是看 都覺得它已經很滑 很滑 楊師傅有點執著 他說他專門用這個酸菜 特意運過來 就是不同於香港裏面的貨 所以有分別 真的不是開玩笑 是很滑 和很鮮 所以我覺得 和外面有很多的酸菜魚 有很大的分別 而且我覺得它的酸菜 味道很好 因為它不會說很酸 但它有一點酸 就是有些香味 不同外面那些 有酸 又有鹹 但它不是很清 我們現在的湯不油膩 湯不油膩 湯不油膩 很棒 大家看看這個 接下來 我今次試第三個菜 這個很有趣 大家看看是甚麼 待會兒你就知道 待會兒揭曉 你看它慢慢慢慢慢慢 嘩 很過癮 聞到很香 一街開始就很香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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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 煮開後就是這樣 大家看看有沒有覺得 和外面的烤魚有甚麼分別 分別就是 它會用石子來包著它 等它熱 才會煮開 因為外面有很多 都是整條魚 一直煮 這個分別就是 其實我問過老闆娘 為何會這樣 究竟重慶正宗做法 是否這樣 他就說 也不是 有兩個原因 第一 他覺得這樣做是衛生 第二 他這樣傳意 是均勻 所以這是他們自己的做法 剛才告訴大家 其實這個我之前吃過很多次 當然 要告訴大家 究竟有甚麼好吃 我覺得它可以炸到 這個魚 本身炸到全部很鬆 很脆 很脆 所以吃下去的口感 就像外脆來軟 還有它的醬汁 味道不同 外面 很… 不知 它的形容是很濃烈 有些蒸蒸的感覺 但這裏我覺得吃下去就沒有 真的比較鮮 鮮味 而且吃起來都不會口渴 所以我推介給大家 現在試試 還有它的做法 是將魚開到邊 即是開雙飛來做 我跟他吃的時候 可以方便些 可以慢慢夾一塊肉 一塊一塊 整塊肉 這樣吃 真的很好吃 我不喜歡吃辣食的人 可以試吃BB辣 但其實小辣 我都可以吃就 這條魚的肉質 又很實 但又很滑 還有它的醬汁 本身是很濃 但它又不會蓋過魚的鮮味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好 因為本身這隻魚 可能… 可能… 淡水魚會不會有些… 淡水魚會不會有些… 腥草味 但它完全沒有 所以我覺得真的做得很好 還有它的炸到皮 好像有些香料在皮上 皮很脆 但裡面的肉質又滑 但又入味 但又不會蓋過 給一些醬汁 這兩個我必須推介 尤其是這個 我真的很好吃 這個叫做幹扁肥腸 可能未必會吃肥腸 但其實喜歡吃的 我覺得這個做法真的很好吃 必須要試 還有這個 其實這個 我之前一年前關注 經常來吃 有一個姐姐在做的 姐姐經常都介紹 推介我吃的 但我每次都吃到很飽 都吃不下 所以今次怎樣都要怎樣 一定要試 其實這個是甜品 紅糖刺巴 今次一定要試 這個真的吃過很多次 大家看看 可以炸到通透 因為一定要啤酒 不是說笑 真的很好吃 因為它有香脆 還有辣 炸下去不會肥膩 沒有油出的 外面炸到很多油膩 而且它是很鬆化很脆 而且它的辣度剛剛好 特別是什麼呢 是花椒和麻香味 其實這個我覺得外面比較有趣 我不知道其他朋友吃過 但我覺得比較有趣 它是比較有不同的特別的食物 所以我推介給大家 現在來到這個 很期待 我們要試一下 其實我大致就知道 應該是滷米 用滷米粉來炸 我又會加到一些黃豆粉 這樣 還有用一些紅糖 我首先要試 紅糖的分別 我告訴你 我絕對是我喜歡吃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 一些黏黏的口感的食物 那我就 其實不點東西的辣椒應該很香 加上那個黃豆粉 已經吃到一些很香的味 而且表面又脆脆的 因為外脆內軟 我最喜歡 我這邊試一下 點紅糖的分別在哪 哇 真的有兩樣東西 如果點紅糖和不點紅糖 真的有很大分別 味道已經完全不同了 我們不點紅糖的話 就是吃到黃豆粉的香味 但如果點紅糖之後 就會吃到一種蝦糖的香味 分別就是這樣 而且今次我們做完 製作了出來 再放進去 其實現在還是有些愛脆的 但我想如果剛才吃的話 可能會更脆 所以這個我都覺得 吃完所有的食物 飯後甜品 都是一流的選擇 不錯 今天吃了這麼多食物 對嗎 接下來呢 希望有多點時間 我就去找多點好食物 就介紹給大家 當然大家記住 有機會或者有時間 記得你試一下 還有要分享給朋友 還有記住 留多點言給我 讓我知道一下 究竟大家會有什麼看法 或者有什麼意見 我也歡迎大家留言 記得了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